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所谓有港利台 没有穷人 上集我们说到银行两头夹 兼且用尽方法 迫联储局一定要去减息 以及以减息的玄机显示 0.25是最迷迷的 也有些大航迫他要减到0.5 然后往后又会怎样养呢? 重大一件事 好了 这个是很奇特的新闻 什么事呢? 其实我们也说过 这个中央不是要把美债都弄掉 因应自己的金融需要去做事 是啊 是啊 而且他弄到金融海啸的位置 就是帮老美那一集给他 两清的 公道的 我们的思议是这样 所以去到09的水平之后 美债就应该无数了 就不再搞什么了 刚才 但是呢 六月就争持了 那这宗新闻呢 就是将这个中央和这个老日 就放在一起 那你呀 这件事有些内人尋味 我觉得A君突然之间 但是我们中央呢 在六月那里争持 然后呢 现在就说要搞色了 哇 那个贪饼挺漂亮的 是啊 不单止贪饼是漂亮的 还有那个尺寸都不差得远 你发不发现 没错 没错 就是换句说话 是不是呢 日本那里呢 哎呀 和日本呢 就那个view不同啊 那你那些过来那里呢 那我们这次就赚了咯 是啊 可能呢 帮着这个小日子 有些都不顶咯 那小日子呢 他呢 要平仓啊 就是要沽回 要沽回那些美债出去 维持自己的日本日子 哎呀 在街上哪里找那么多counter party 是啊 都说那些人没了钱了 会不会是这个维持市场稳定的行为 也有可能 那这个要留意了 好了 另外呢 中美金融工作组 第五次会议 就开完了了 哎呀 上次我们说开会呢 密密针啊 不知道会不会有些 惊人的东西走出来 但是看来好像相当平静啊 还是因为做了 也不用告诉他们呢 他平静可以因为没有事 知道吗 或者是什么 或者因为那个获大到 不能告诉你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这个呢 就是工作会议的 这个原稿 谈谈什么呢 金融形势 货币政策 就是加息减息那些 是不是 监管这些不用说了 证券资本 支付数据 国际金融治理 金融科技 就是vintech 反洗黑钱 可持续 绿色债券这些 正常东西 但是呢 这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注意的是 金融货币政策形势 这个就 有机会是说债务的事情 而另外最后那一段 要留意了 不知道为什么 人民银和美财政部 在中美金融工作组框架下 要加强金融稳定 互换了金融稳定联络人 好像什么太平洋总司 一定要有个电话打通的人 你也没有留意 哇 就指定联络人 即是 把金融的安全 已经去到国家的安全 然后你什么时候 打电话过来 以后可能就会 他不接我的电话 这样 是的 为什么 下一句更不可怕 指在 为什么要交换联络人 为什么要加微信 因为出现金融压力事件 和金融机构 运营风险事 金融压力事件 即是 故灾 是不是 金融机构 营运风险 即是直股银行 是不是 爆锅 那些银行 双方金融管理部门 能够保持 及时畅通的 渠道联络 为什么这个时候 搞这些事情 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哎呀 大家防范于未然 不过我又觉得有些很可爱 又想不明白 什么呢 你金融那里 又要我多多帮忙 但是另外贸易那里 又租到我这么死 那你想怎样 这个你说 可能人家开了五次 会终于想着 终于决定加微信 是不是 之前没有交换微信 是的 但是下面那句 你要留意一下 还不得人惊 中国人民银行 还就有关问题 向美财政部提出 你要关切 为什么你说有金融压力事件 和金融机构 营运风险 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这样 问候他 这个已经不是普通 市场的危险了 这个是迫在微截 这一刻就要换电话 随时要行动 其实这个 你有听我们昨天那一集 今天这一集 就是第三点 告诉你 美国银行就罢 虽然我们之前 靠推理都推出来 美国银行就罢了 基本上 过不了今年年尾的 你看我们说过 没错 没错 这一点 去到这一点 你要留意 他就交换电话 但是我们的中央 就说 你发生什么事 这样 所以中央是知道 老美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从这一段 你看到 其实知道内幕 知道老美发生什么事 他怎么办 你能不能办 这样 问候他 对不对 我的李家 对不对 其实 换句说话 也可能是说 总之我知道很大事 我想你帮忙 你到底要有多大事 想我帮忙 不止 总之很大事 总之你帮忙 好了 这是第三个点 你看着 你记住 看下去 另外 恆大GG 恆大GG 这件事还没完 罗冰咸 就租内地佛庭业半年 那佛庭业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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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佛庭业怎么办 那佛庭业 那佛庭业 那这段时候 做audit的那些怎么办 接下来要交报告的那些怎么办 那没有的了 做不到半年了 那你就迫着转 那这些人 那这半年内 有任何要做事的那些 全部要转另一间行 对啊 对啊 是啊 那你和杀了他有什么分别 没有分别 杀了他半年而已 这样 之后就结束了 你又解释得多清楚 就不用学得这个 就不用学得这个圣经感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复活 找完这个 立记在180月之后 就复活了 哈哈哈哈 恭喜他 是的 但是 民事纸告诉他 说许 affirm老店 他的币数没有问题 我相信你的茶帐 计价去借了钱 今天今天我们把主要做了 一伏也是要索偿啊 那这个真是赔死它啊 你知道啦 有多少人量了 去買恆大的債券 這個數字很厲害 這家公司就祝福你了 AA的下一個 亡魂了 所以有見及此 中國銀行立刻要轉改平安榮了 不是怎麼搞的 當然啦 你半年沒什麼搞的 搞不定 你現在多少月了 8月加6 半年 今年不用做啦 你不用做 搞不定 那怎麼辦 那一定會轉人的啦 還有啦 老實說 半年之後 你的朵禁香啊 我還找你嗎 還有我轉了 我要再轉 我就要搞很多手續 免得轉啦 是呀 你這次被人罰我 迫轉而已 那下次難道團部養酒轉給你嗎 除非你不收錢 老實說 伙伴都轉了去第二間啦 我有這個內幕消息 怎樣呢 聽說 PwC 負責恆大那些 由頭到尾 一辣 黑辣到最底的一辣炒掉了 這個都正路啦 大佬 自己搞定自己呀 不要開玩笑呀 聽說有600人 好啦 高盛就說了 對沖基金呀 開始買美股啦 這樣呀 這樣說呀 是呀 真的嗎 你不要吹噓頭 我很開心呀 是呀 借美金買美股呀 輸到嗨嗨啦 跟著上一集的推理 美國股災 美金競爭 真的用一條毛來玩啦 看來對沖基金會倒閉 銀行也會倒閉啦 沒辦法啦 對沖基金就問銀行借這個什麼呀 借這個美金嘛 是不是 沒錯沒錯 那現在美金越遠了 初步就見很開心呀 那就不行呀 所以呢 所以就說呢 那美國銀行今天不出事之後 都要出事啦 是不是呀 還有呢 我恐慌一件事 借美元那些應該是 特離譜的倉 哦 沒錯 因為特離譜是真的想美元跌的 那不知可不可以呀 嗯 好啦 總之呢 如果這次呢 特離譜譜的 特離譜爺的 他們都還有運限 但是你說 如果是賀錦麗跌的 賀錦麗的話呢 那你真是想一下 怎樣平倉 是啊 好好好 好啦 那老美就說向好 你聽高仁說 老美就向好啦 搞定啦 好啦 跟著另外呢 那個大摩呢 就說了 下調中國主要股市預測 這樣 喂 它都調到幾低的 即我不是說粗口 它真是 將你下調到很低的 去到萬二 癡鬼線的 那其實 其實就 龍門就很容易切的 他說呢 最 best case 都是晚七點 你買六個呢 中港股票 就沒有利可圖的了 那其實呢 這個形勢就很明顯 這個呢 這個呢 性高的高人是這樣說 大摩是這樣說 即是說 即使我沒有減息呢 你都千萬不要走去 這個中港股市 這樣解咯 整個對白加賣 哦 還有呢 它說那個 這些做法呢 這個 range 它不是用那些什麼 即是我們幾十年前 做開那些什麼 standard deviation 兩個去算是嗎 不知道 不知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笑咯 即是 我呢 早幾年呢 每年做的預測 都這樣 扔給老闆 然後老闆就說 嘩 你的 range這麼闊 然後就說 我的 range就是這麼闊 對啦 最悲觀見萬二 萬七都不知道 那你還幫不幫襯 哎呀 總之呢 如果是用那些 那麼統計的方法 拿著舊的 price performance 然後就算回SD的話 那我恐慌呢 就 這個的方法呢 實在太過 小孩子了 那我也不知道 它那個 最悲觀的 scenario 怎麼來的 沒有參與 就不知道 是啊 是啊 跟著呢 這個管徒 管徒是不是傻了呢 是不是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妄想症呢 那個人民幣有快速 大幅升值可能 很難的 我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去買了特地的盤子 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 其實呢 因為它現在的問題呢 出口結匯和套息 那些人呢 借人民幣 或者沽人民幣 去美金賺高息 但是現在呢 要減息了 那些人要買回人仔 是不是 那出口商界 那些人呢 就是啊 這個人仔 很多數目 都是找人幣的 出口 不是你要 撲人民幣 兩大因素 夾結之下呢 那人仔有機會 大升的 這樣說 那這個人輕呢 就是這個呢 中銀證券的 經濟學家 是 那麼 這個呢 就真的預計了 美元不行啊 然後就 例如 他要貶值啊 去 順手還債啊 我們又沒事啊 但是呢 這個呢 其實是另一個的 表達 就是 老美 那個美元霸權 開始要腳仔軟啊 是啊 也是說 老美 今次加息的金融收割呢 Game Over 是啊 那究竟 減少少少 就沒有意思了 我們都說 減少少 也解決不了問題 好啦 那俄羅斯竟然呢 爆響口啊 有個官員 他說呢 已經跟很多金磚國家 設立了一個什麼 新的支付系統 取代SWIFT 你知道啦 你用SWIFT 就被老美裝了你的錢去哪裡 還分分鐘被人凍結 你不要你用不用啦 有159個國家都 都加入這個網 陰功這樣啊 這件事呢 也是俄羅斯今年 在俄羅斯竟然做的事 150個國家 去加入 這裏呢 包括了 大量的資源國 資源國 不單是石油 又是天然氣 甚至乎呢 其實俄羅斯再加上中央 稀土 都已經佔了八成 八成 如果是說到 這個出口稀土 中央 經中央手 已經是有九成 中央就出六成 經中央要連製 就佔了九成 可以說 再加上中央 去自己出的 工廠製造 佔了全世界三成 所以 剩下金磚國 裡面 在石油 天然氣 稀土 以至 工廠製造 都佔了一個非常 明顯的地位 今次俄羅斯 很明顯是 大家加入 然後 一起 有實力之下 去搞去美原化了 是的 接著 金管總局說 積極推進大灣區保險服務中心 這樣 這樣 就蓋上港澳居民的售後服務 不是買賣那些 合情合理 成本便宜一點 中國就是考慮允許 這個專項債資金 這個專項債 即是 那個債 就蓋上一些項目 這個項目 沒有支支水就完了 很具體的項目 是的 收購全量房 有什麼特別呢 原來這個專項債 的規模 達到3.9萬億 是不是很熟悉呢 這個項目 咦 這麼像 08年之後的數目 是的 接近4 嗯 接近4的時候 其實已經發行過半了 你想想 如果老美減息 這個銷量更加好 是不是 咦 換句話 我們之前就說 我們濫發了那些貨幣 就已經去回 之前的水平了 或者之前買了那些美債 就去回之前的水平了 現在呢 重新值了4萬億 就是自己了 是的 這樣吧 希望搞定吧 那好吧 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 聽了我們的節目 這個中央 是 這個社保基金 加大對中國 資本市場 投資 要自己坐 你先說了 呼籲了很久 必須要出錢 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這樣 必須要出錢 這個自己坐 是 第一步 第二步 要做 你如果要聽近 中央的聽近 你就要做莊家製 必須走老美那邊 可以持續地監管那些人 上完市之後的表現 沒錯 沒錯 你只坐 我就很感受 不過你要看 在價格上 做一個平準的調整 才行 如果他只坐 是第一步 好過沒有坐 是啊 就怕他什麼呢 就怕他 啊 最後 抹下你 那些 輸了錢就不太好 千萬不要跟我說 無形之手 無形之手 那個 economy 已經死了 唉 好啦 那渣打也相信 內地的貨幣政策 會進一步寬鬆的 避免增長 是5%以下 我們也說過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5%的增長 在沒有樓 支撐的情況之下 就很難 其實只要那些腦 動一點 就有10% 對不對 沒錯 其實呢 這次的做法 可以說是 綁住一隻手 來跟你玩增長 那些樓在那裡 這樣去打壓 還有這樣的增長 是非常之難得 亦都是我們的 銀力 都十分之不錯 當然啦 銀還銀 搞到現在 老美都已經開始減息 我們是時候鬆一鬆綁 令到企業能夠 賺得錢 從而 帶度回那個 positive 的 upward 如果不是 其實現在老實說 其中一個 driver 即是房地產 沒有了的話 單靠企業的順利增長 就很內卷 再加上 如果高息的夾 企業的順利增長 也都受到牽制 所以如果下一步 就可以降低到 貸款利息 令到企業都OK 樓也OK 消費都爽手 對 對 跟著 但是 歐盟 要加中國電動車關稅 尾棍 後來低了一點 真的加 加 但是加的幅度 怎麼說 好像不是想像中 最糟糕的情況 但是一定要丙去 為什麼呢 是無憑無據之下 這樣加我們 這個真是很大的問題 如果說我們斷得正 真是很大的 心甘命抵 但是沒事的話 都會加我們 雖然這個幅度 沒有最糟糕的情況 這麼嚴重 但是 都是不應該做的動作 丙是一定要丙的 還有這個意圖 既然是告訴我 沒有證據都要這樣做 即是赤裸裸的貿易戰 這個是非常之不好的先例 是的 沒錯 好了 要留意 我們中央潮用這個 豬肉反擊 哎呀 豬肉這家東西 還連銷大打 師軍 這麼厲害 是啊 既然 既然 這次它是加關稅 剛才所說 其實 那個 背後的理據 是不成立的 但是不成立 你都要加粗烈 應付國內的民稅 你的選票 沒有理由 那個費用是我去付 所以一定要做些事情 去動回你的 動回你的 動回你的 你又不是加到 這麼大劑 不是想像中那麼多 那就加回你的豬肉 那裏 捏下你的農民 歐洲 和老美 選票 都有一些來自農民 你為了騙選票 然後無故要我幫你 買單 那我就把你的票倉 動回你的 還有我動回你的 票倉 還要同時 給俄羅B的豬肉 再進回 即是 還要把原本屬於你的 芝士送給俄羅斯 那邊吃 這次真是一巴雙響 還有 然後 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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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訴 拼多多旗下的 團隊 侵犯 知識產權 即是 我們都不是 計劃經濟 我們各個 互聯網巨頭 去到外國 都有私咬 那你真是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之間 互相做的 那些事情 不關事 老實說 還有 我們已經中央 立了最重要的一塊 那塊 那塊就是大家的數據 大家都記得幾年前 中央 成立了一間公司 分別是由 中央的兩大 電訊巨頭 我不是說 那幾天上市 而是巨頭 巨頭 它立了大部分的股權 令到 數據的擁有權 就在中央那裡 中央已經擁有最重要的 所謂 用不盡的資源 即是 國家裡面的數據 其他那些 你們怎樣去玩法 甚至乎 海外你起訴我 那些 知識產權 其實不是 動得到 中央的任何東西 那你們自己搞定 對啦 如果計算過收入去看 簡直是一天 有機會完全翻了 開發費用 不高幾億 14億回來 都應該怎麼計 都翻了 有得到很多 這次 做到這件事出來之後 還要震驚中外 連那些鬼佬 都好像要看 什麼事西遊記 然後再看 原來你們的景 那麼漂亮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我之前不知道 市價這樣一樣 真厲害 這真是唱好中國故事 市建局 負行120億的債券 息口有3.35到3.55 這麼有趣? 對啦 不過應該市民 應該沒有啦 有些人說 市建局肯定這樣做 都看好樓市的政策 其實 如果不是 就什麼都不做 你借錢想著之後 拿錢去收些項目 然後滾幾滾 可以還錢 應該是這樣做的 好了 中少企說 你現在 借不到錢 這個時候 我需要錢 他就收緊了 我大把錢不等 他就借錢給我 這個世界 不一向銀行都是這樣 下雨 收遮 不然我怎樣 保持自己的信貸質 和你共渡時間 你也瘋了 共渡時間 你去找政府 對啦 就是這樣的處境 然後 然後 本港有對沖基金 SVI 就 清盤中國 這個基金 這就不奇怪 因為基金越來輸越少 或者客人越捉越沒有 管理費都不夠 交燈入火了 那就倒閉了 對呀 老實說 這幾年 那些asset management 老實說 A君做些飯 都知道 真的越來越難賺錢 最慘的是 不是市跌 而是 那些客人 withdraw 是呀 因為他見 沒有什麼想 然後 把那些錢 去買其他東西 所以 縮得最嚴重 不是 Fund Manager 做得不好 而是 有其他更加吸引的市場 which是 你自己在無遮無線的環境之下 真的變得也變得 好像其他市場 這樣升 所以 令到有不少業界的人士 自己 雖然說 不是跑得輸過大市 甚至好過大市 但是 都面對著 大量的 withdrawal狀態 搞到 那個基金 那個efficiency 不是很夠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些management fee 等等等等 真的都挺金的嘛 那你分尺寸細 根本沒得做的 接著是新加坡的總屋 即是政府屋 那我首期 即是新加坡版的 居者有其屋 是的 首期要給多些 這個房市 過熱了 但是呢 這個新加坡政府 有貼別人上車的 有送錢的 不是借錢的 這麼爽脾 這個就得正了 但是呢 但是呢 令到那些入門的盤 更加之升回 政府貼你六萬 就升回六萬 所以你解決不了問題 邏輯上 嗯 好了 第一太平就說 這個由於資金成本太貴了 就是利息太高了 那有些人呢 就唯有壯士斷臂了 都講出了我們講的現象 那個市差 因為那些息口太高了 這樣 尤其是呢 最嚴重的 應該是商業房地產 這個呢 又是兩頭夾 怎樣兩頭夾 第一 當然是 第二 我們之前也有報道過 用Zoom Zoom Zoom 那個回報 這麼過癮 就是因為有大把人 已經習慣了 或者呢 是可以用到 沒有那麼多辦公室之下 去做到事 尤其是有些公司 譬如有些同事 長期出差的 例如有些audit firm 有些auditor 簡直說 第一天上班 不用回去自己的位置 直接去深圳河 然後你自然會見到 上司和你一起去做audit 那張桌子 洗鬼在這裏 這麼久嗎 變成有些職位 就可以縮窄到 甚至乎 有些銷售位 A軍也有聽過 預料到那些銷售 就已經在home office 去做事 直接縮成缺 是啊 就是這樣 另外 Morgan大通的倉 少了一萬多億 轉倉 他的業務 可能有點 縮縮的 我們都說過了 之前有些暗湧 之前有些大戶的部署 也是 脫幼的情況是繼續的 所以 之前 姓高的高人 唱空美鼓 然後 摩通 唱衰港鼓 如出一切 竟然有些大戶的事 真的有後手 逐步逐步顯示到 這條直路去到九月 就算鬼數了 對 是啊 這樣也是對的 就算是 之後股市彈性 他也不想什麼 他也不想益中央 最新的習主席就說 這個祖國統一是這個 鄧伯伯的宿縣 他要再提港人治港方針 我和你說過很多次 也提過很多次 嗯 甚至乎 其實中央還做了很多事情 今天就是星期六播 其實 早兩天 即是早幾天 我們錄音之前的早兩天 中央已經是鄉島 做了一個 挺有趣的 叫做全球華人華僑 出進統一的一個會議 我們特首李家超也要出職 除此之外 還有一份文章 是漏了出來的 那份文章就是 說要兩步走 如何收回彎彎的 首先 就說要有些試點 試點就是去到 下門那頭 做一些 的admin 還有 去成立委員會 有個相關 直接去行使 如何收回彎彎的時候 要做那些事的一個部門 所以可以說 無論是最高層的一個部署 以至落地的一個行政 其實都已經有這個計劃去做 甚至乎其實已經在做勢 再加上 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 彎彎裡面的巡航 我們中央在彎彎的巡航 已經經常說 沒有中善這回事 也有一個 看防務方面 什麼花蓮等等 以前不會去的 都已經去了 可以說 越來越收窄著彎彎自以為獨的一個空間 對 對 就是這樣 今天就說到這裡 又是那句 深喊一下 深喊一下 多個跡象顯示 老美基銀行 真的有很大的壓力 師傅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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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和你減少少 減少少銀行 都是要支支 有什麼用呢 對 也都兩頭夾 搞到銀行資產又縮了 接著 你拿著的資產又不太行 嗯 是的 所以在這個環境之下 應該一直走直路 去到九月 但是九月之後 又有很多暗勇的屍軍 是啊 到底九月的暗勇 會發生成什麼樣呢 大家就要斥廣理台 正想說有廣理台 沒有窮人啊 今天說到這裏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